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时你们怎么样 山盟海誓的 要走一辈子 你后面要撕开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一样的男 然后第二个事来讲就是说 我觉得婚姻里面 有一个机会到法院说 我们来谈离婚是一件好事 就表示你不适合有一个出口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旦走到这里的时候 我还分析说 如果说你当时这么黏密的 跟人家紧绷在一起 紧绑在一起 这个时候你说你要一刀两断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说离婚要离得好 一定要不能只替自己想 你一定要想一想对方的感受是什么 你才有机会离得大家损失最少 甚至不用走到请律师 可是如果说我们大家都只看到自己 比如说想他 已遇到这种事情就开始想说 你看我给你六年 我给你十年 然后你还想说 我觉得这样的角度去想事情 你自己会最惨 为什么 因为你永远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你甚至你也看不到你曾经永远有过什么 人在这种心情是什么都不会放的 然后伤害的就是自己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很多人会说 你为什么鼓励人替对方想 你又不是神 对不对 我说你不要叫人家作神 是继续这样子是更惨的 一旦结了婚 就不会想离婚的人 那这种观念就是将错就做行吧 就是结了以后就不想离 其实我跟你讲就是说 要结婚的人都要有一个 有一个概念 就是有可能会离 这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保护 因为不是说你不想离就不会离 对这一定的 你知道就是不想离了 然后又看到那么多离的例子 不是一开始结婚就是恐惧起来吗 就紧张细细吗 对 刚才H不是讲的说那些失业有成的 我跟你讲失业有成 你知道为什么 我会担心自己少了一个半吗 因为这个实在说实在 如果有这样的恐惧人 其实都是一个旧观念的人 就是想说 人生什么事都成绩都很好 我总要有一个半嘛 就像说我有钱 我总要买个房子一样嘛 就是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 对 很多人的婚姻就搞了很久以后 才一句话说我们要离婚 为什么 因为不适合 付出了无数青春的代价 那么结婚了21年 董志诚跟太太罗若云决定离婚 那董志诚说老婆找了律师 全权处理离婚的事宜 那董志诚自己却只有一个人在面对 他几次跟对方律师谈判的过程里面 发现权益不对等 这两天逼得他也找了律师 那双方就把这个家人的身份都卸下了 接下来就是法律 对法律了 那就有一点用法律在武装 那所以接下来这个整个过程 应该会是非常无情的 我想会很残酷的 那先请问盛梅就是 现在董志诚的离婚的谈判 进行到怎么样 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董志诚跟罗若云 这个婚姻 因为毕竟演艺圈离婚的人蛮多 那我先讲一下就是说 因为他们这一对夫妻在演艺圈里面 就基本上是模范夫妻 之前大家也讨论过 罗若云 Teresa是一个帮富运很强的女生 为什么她工作能力很强 再来我印象很深刻是 我个人唯一一次去黑美人大酒家 就是Teresa安排的 那那个时间点其实也是 董哥在事业最好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他们 这个传出来婚变的消息 大家会很惊讶就说 那前面这21年 感觉你们都是神仙眷侣 现在因为他们要离婚了 那董哥的意思是说 第一 他也没有办法跟罗若云 就是他的太太对话 现在已经切断了各种联系的管道 所以董哥的意思是说 那我也不清楚到底问题在哪 那你要说清楚嘛 你来跟我沟通嘛 可是董哥当然有点埋怨是说 现在不但不能沟通 变成是罗若云去找了律师 来跟他沟通 那既然找了律师来跟他沟通 那显然他也必须找律师去对接 当双方都只有律师跟律师沟通的话 就像刚刚宏云大哥讲 那接下来基本上就要开战 因为很多的权力要开始谈清楚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这几天 因为有媒体报道说 因为到底你们的婚姻问题出在哪里 有一个说法是 因为罗若云呢 他找了一个 他的儿子找了一个游泳教练 那这个游泳教练叫小恩 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罗若云跟小恩感情很好 可是小恩是一个女同志 那有没有可能两个人也有 也会有感情方面的一个 就不清楚 因为罗若云都没有出来解释 那这个消息 董哥的说法是 他很惊讶是 你可以想象 这是我儿子的游泳教练 那我们不只是这个教练 跟家长之间的关系 因为常年都认识 所以董哥说 他也想打电话问小恩是怎么回事 可是第一小恩没有任何回应 董哥难过的是 这很奇怪 对啊 小孩的游泳教练本来都有联络的 现在出这个事 打电话给他竟然不接电话 第一不接电话 第二 那儿子总会知道一些事情吧 对不对 因为妈妈会陪儿子去学游泳 那他问了儿子 可是董哥的说法是 连儿子都站在教练跟妈妈那边 那董哥的意思是觉得说 那这场这个婚姻的 这个官司的纠纷显然 他是被孤立的 董哥是这个意思 成了局外人 他会觉得 他怎么会自己孤军奋战 然后其他人 到底有些什么问题 没有告诉他 可是我要强调 这也只是媒体的报道 因为大家都知道 婚姻有各种面向 各种问题 也许罗若云他也有他的问题 只是他没说而已 但是董哥这边 我们必须讲 不公平的地方是在于 因为毕竟话语权都在董哥身上 那董哥会比较难过他有讲 他说 第一我真的不知道 这21年的婚姻 我是做错什么 第二 那这21年当中 我对我太太很好啊 到世界各地去旅行 吃好的 住好的 他要什么 也都给他什么 董哥的意思是说 他在婚姻方面 能做的他都做了 那现在是这样一个状况的话 那最后总能要釐清 是不是夫妻之间 没有办法共患难 所以现在他要跟我离婚了 这都是董哥片面的说法 我要强调 可是大家真的比较好奇 就是说 这当中 我个人是认为 我不相信董哥不清楚问题在哪 有一种可能会不会 就是你知道问题在哪 你不愿意面对 或者是你也不想面对 或者是一直以来 你都催眠自己 那个问题不在 因为我看到一个细节 董哥一直讲说 我们没有问题啊 我对我太太很好 洪英大哥 你看这新闻报道当中 董哥又提到一个就是 他说 我到大陆去工作 每次回来 就会为了小事跟我口角 董哥认为的小事 有没有可能是 罗若云认为的大事 这我们不清楚 但显然 这个婚姻走到21年 基本上要画下句点了 那怎么画下句点 将来的权力义务 怎么去厘清 现在是他们要面对的问题 是 请教一下苦玲 是 因为董志诚说他不赌不赦 那只是偶尔贪 那他说家里从来也不缺钱 老婆会出去抢工作 是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在家无聊 所以老婆做什么 他也都很支持 那吃好 住好 一次也没有委屈过他 从来就没有让他做过经济舱 也就是说都是做商务舱 董志诚就觉得 为什么我对你不好 你为什么要离婚 你觉得呢 先讲一件事情 这个董志诚结婚的时候 我送了他一本我写的书 叫做不结婚算你好运 比如说你怎么送这么 触眉头的书给他 21年前 对对对 所以这个书在21年后验证了 这书你还记得 是是是 因为刚好想起 你的书还有吗 能不能送我 已经绝版了 那第二个就讲 刚刚那个 那个盛梅也讲到 就是说 不清楚问题在哪 这是 这不是实话 今天如果 彭于假设 你当然是不可能 你太爱说要跟你离婚 你说我不知道他 为什么要跟我们离婚 没有这回事情 不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 就不是你有问题 就是我有问题 不然就是我们有问题 所以讲这个话就已经 没有 你认为董志诚自己是知道的 我觉得他绝对是知道的 但是他不愿意承认这个事情 或者说不愿意让大家知道这个事 另外讲的就是说 刚刚盛梅讲 为了小事吵架 也许真的是小事 可是你知道女人 为什么为了会小事吵架 为了她说不出来的 那个大问题 就我今天对你 某件事不爽 你三个月没有碰我 我不爽 可是我不好意思讲 你都不碰我 好像那个 所以我就找你麻烦 你袜子又乱丢了 你马头又没冲水了 这么迂回 当太太在你找一些顿 你觉得这些不应该 计较的小事的时候 你不要想这些小事 不该计较 而是应该想 她对你有什么大的不满 这才是比较重要 对 袜子我们要联想这么多 包括你坐在客厅 你听到她在洗碗 除了她的声音 特别大声 太大声你就知道死了 她有心内心有不满 所以那声音很大 你就要赶快跑过来 今天吃什么 太太辛苦了 千万不要坐在那边继续 你看看 哇 这政治道真好看 千万不可以这样 所以这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就是说 其实从这件事情 就知道 太太是说 你干嘛一直看政治道 你要看新闻哇哇 是吧 对 第四件事情就是说 其实从这里 从 我们虽然不知道是这个实情 但是从董志诚的口吻就了解 这个婚姻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一直说 我都没有亏待他 对 大部分男人就这样 当你人在抱怨 你没有多陪我 你没有浪漫一点 他就 你看我多忙 你看我每天坐的鑰匙 还不是为了你 还不是为了孩子 还是为了这个家 对 这是男人最容易搬出来的借口 就我对你 你对我的好事 让我做商务舱吗 我跟你讲 我从来没让我老婆 做过商务舱 都是做经济舱 但是我老婆 一点也不觉得我不好 我也是 我老婆都是让他做货舱 因为我有问他说 你让他做商务舱 他商务舱要加多少钱 我说十几万 他说那我们可以再玩一次 那我们做经济舱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在说对你的太太的好 都只能用物质来呈现 来表达的时候 那证明你是对她不好 你为什么没有说 小孩联合部都是我签的 我每天都打电话跟你们视讯 因为你相隔两地 你都没有讲这些的好 而讲的是那种物质的 世俗的好的时候 证明你其实 就是物质的 但是精神层面可能 其实是 对 你完全没有讲 是欠缺的 因为你们多久没有 就是说可能你要 一对情侣或一对夫妻 要考验你们 是说你们多久没有 对对方亲吐爱意的 而不是你没有多久 多没给对方 不只有个亲密 对 亲密的行为 所以我们家规定 每天一定要报 一定要说I love you 你说这么恶心 干嘛那么行事 可是你不爱的时候 行李如鱼嘛 可是你不爱说 行李如鱼 但是你不爱的时候 你是说不出来的 如果今天他不肯讲I love you 你就知道有问题了 就要赶快危机处理 或者他不想抱 或者抱没有力道 对 抱的时候你感觉 那个女生的肢体是很直接 就是说你今天抱一个女生 你这样抱 就不是抱一个女生 就是抱你的女生 你一抱你就知道说 今天 有感觉不感觉 可以僵硬 要有感觉 抱起来no feel 那你就知道有problem 你不喜欢老婆抱起来僵硬 当然不能僵硬 硬的是该是我 怎么是她 所以 所以 老婆喜欢抱着你 肯定是僵硬的 所以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 赶快危机处理 不要让疫情扩大 像他这个就是无视于疫情 而让疫情扩大到 然后最后无法收拾 然后他也没办法去 可能他也没办法解释 所以我觉得他还在逃 看报纸才知道说 原来张老师已经离婚六七年了 那这个 可不可以请教张老师就是 那你们保密很久 对 因何离婚 最重要就是 有时候 你也知道我们夫妻在一起感情真的很好 跟家人一样 那我也从来不会在电视上讲说 我们多恩爱 我们怎样怎样 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甚至于打呼 分闯分房 大家都知道 所以知道我们离婚的人 也不会觉得很错愕 重点在于 我一直想当一个好老公 如果不被认同的话 也要当一个好前夫 这是我的方向 那我个人也不 会去主动提出要离婚 那主要是我太太人非常慈悲 我当时 会娶她有两个原因 她非常孝顺她父母 我一个女孩子孝顺父母 她就不会去伤害她的家人 第二个她对佛教的前程很投入 我也觉得她希望能够更专 专严她这方面的东西 那她提出了 那OK啊 甚至于她希望要什么东西 我能满足的 我都尽量做 我没有说我多好 只是说我看到社会上很多离婚的案件 尽量大家不要撕破脸 撕破脸都几个原因 就是感情的纠葛 金钱的纠葛 情绪的那种不能够谋合 那我们能做到的就是 你需要什么的 她要的不是钱 她要的是你要给她面子 尊重她的存在 然后你有赚到钱 所以提离婚是老婆提的吗 提离婚是老婆提的吗 她提的 她提的 对啊 我怎么可能提 我是中人吗 你觉得我是中人吗 我觉得是啊 你真的吗 没有啦 她提的我就尊重 她怎么跟你说 可不可以转述一下 就像我们刚刚那样讲的 说我们在一起也是 有可能就俗称 就可能有名无实的这种关系 有名无实 就是夫妻之名嘛 那我们都分房分床嘛 嗯 那就是如果 那分房分床 难道就不可以有亲密关系吗 好像 感觉好像 比较没有 没办法 没办法 这样子 有多久没有亲密关系 欸这个好像很私密喔 没有啦 我们都没有 不在乎那事情 不在乎啊 不在乎啊 不在义那个事情 升华了 对对 重点是她是孩子的妈 嗯 孩子的妈在我心中是无敌的 是永远的 这个才是重点 那种东西 她有说要顿入空门吗 这个我不能替她回答 嗯 但是我觉得一个 对宗教 无论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信仰的信徒 都是一个慈悲的心 慈悲天下无敌 这个 这个很重要 嗯 那为什么当时要分房 分床 我打呼啊 你打呼 我从结婚开始打呼 如雷贯耳 外称雷神索耳 为了太太的幸福 打呼是可以治疗的 有治疗啊 绑 夹过东西绑过球 包括买那个呼 到美国买那个呼吸器 都套过了 还是没办法适应啊 嗯 全套的都试过了 是 甚至要走上 开刀这一路 我们其实对你很有意见 你知道吗 为什么 我太喜欢我被他人讲 那我问 她写的问题 我念喔 她说如果这个婚姻幸福 为什么妻子会修佛祈福 一半顿入空门呢 做丈夫的你 有反省过这个问题吗 当然要反省啊 夫妻在一起 男人有几种人不能惹 女人老人小人小孩子 都不要去伤害他们 嗯 无论结局是什么 男人永远要记得 都是你的错 所以不要说反省 是深刻的反省 嗯 在检讨 然后很自责 嗯 这样回答不知道 这那个可以吗 那她有没有跟你抱怨过 就是说到底 就是这个相处过程里面说 你有哪些地方需要改 改变跟改善 哦 应该都有讲吧 你问到重点了 就是说 我以前为了工作 当导游 就是 都是聚少离多 后来 在其他工作也很忙 但是我都每天都有回家 我去哪边都能够 找得到我认 那 夫妻在一起 也没有交恶 也没有恶言相向 那就她觉得她想 一个喜欢 对宗教有虔诚的人 圆她的梦 有何不可 是是 那也因为这样子 她这也 有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重点 好不好 妻离子不在 或家人有伤亡 或是破财 都是化解灾难的方法之一 你要视它为一个过程 譬如我喜欢开刀 东开西开的 我把它视为一个过程 譬如我破财捐助别人 也是一个过程 我不认为 离婚是洪水猛兽 也不是什么 什么不好的 不代表你做人失败 是 它只是一个生命的过程 我在美国去那么多次了 美国的夫妻 无论美国人或华人 离婚是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 所以不要因为 所有的离婚的男女 我们共勉之 我们都是很勇敢 你不要这样子 不要留那么远好不好 没有共勉之 所以离婚 拆散一对出了两对 也不是坏事 与其 他要找一个同伙 许暖 同温成 不要想太多 你要如何在离婚过程当中 做一个好前夫或好前妻 这是你该做的工作 比你之前做的不好 还要重要 我请教一下黄医师 你相信詹老师的话吗 就是我现在发言也都很谨慎 因为我如果随便得罪 算命老师都会上心我 我现在已经半退休了 不要这样子 他功力还蛮深的 就是我其实跟詹老师 有上过好几次节目 我个人是觉得说詹老师 私底下为人 其实也蛮正直风趣 然后蛮有趣的一个男人 那理论上詹老师的前妻 应该是要能够 如沐春风才对 因为我们其他的人都觉得 詹老师很好 除了说就是比较在乎面子 你看他其实不需要戴眼镜的 他还是要戴个镜框 里面是没有镜片的 就表示说他其实有在乎一些形象 但是就因为他会在乎形象 会要求自己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 应该是女生要觉得 如沐春风的人 可是为什么他的老婆 我们听到的是说 好像快要断入空门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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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潜心向佛了 好第一个 在婚姻中什么时候 开始注意到我的老婆 其实当然信佛也很好 可是我的婚姻中 我的老婆 什么时候开始潜心向佛了 因为其实很多 不一定是詹老师 很多老公其实都 非常自我感觉良好 那这个老婆没有说出来的事情 不代表她们就真正在婚姻中做好了 只是说老婆有时候是因为 在婚姻中更传统的女性 是用忍耐的方式 想说我不要碎念 你时间久了你就自己会改过 会发现 有一些女生是采用这个系统的 不过就是人家没有讲出来真实的原因 不代表老公真的做得够了 有时候是因为社会的期待 社会的期待如果女人 像我的话我再拉文婉姐出来 如果我们两个出来讲老公不好 前夫不好 这个社会就是说我们两个没道德 如果我们两个今天去敲墓鱼 是要讲多久都离婚多久了 一直讲是要讲多久 对啊 如果我们两个去敲墓鱼 跟菩萨说 对 我的老公不好 我的前夫不好 那这个社会又觉得我们两个很好 对啊 每天日夜半清灯 有没有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詹老师的前妻 在这个佛教的带领之下 表面上看起来是心情平静的 一路的往前 往更高的层次进展 可是我相信其实是经历过一个 就是说女人不会没事做这个选择 对啊 对啊 不是你们可能走错方向了 男女之间有没有 任何一对夫妻 家偶难寻 知道百年好合是一个梦幻 每个夫妻都会经历过 起起落落高高低低 这是不容置疑的 那你不要把那个不好的放大 把好的缩小 重点是我们无论离婚前或离婚后 我们一样和乐 现在也住在一起 也是当出国 我最近要换一个很好的房子 换房了 把旧的房子卖到三间 留一间好的房子 我也带她跟小孩住在一起 她永远是孩子的妈 永远是我最疼惜 最敬爱的孩子的妈 也是不曾辜负我的太太 你的心态有这样做 任何一个离婚的男人 你有这样做 我相信 你过去做的再不好 都会得到适度的一个